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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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Desmond 陈炯香的 我现在人呢 是在马来西亚的阿洛斯达 我们是在郊外的一个地方 这里是一个农场 我们今天拍摄蛮大的一个场面 带你进去看一看吧 《金色大道》所说的是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心目中的金色大道 你心目中所追求的理想 梦想 而戏中的三位男主角呢 他们都是在追求金色大道的过程中 都迷失了 也变得贪婪了 在最终结尾的时候 他们三个人的下场都不是太好 我很希望表达的一个主题就是 无论你追求的梦想是什么 你要量力而为 知道自己所追求的东西能否达到 而不是不切实际地 拼命地去追求 结果就是什么都没有 这次我们的戏《金色大道》也拉队到马来西亚和泰国来拍摄 主要是比较容易找到跟新加坡有点不一样的景 主要的拍摄都是 关于他们在逃难的过程中 所遇到的一些问题跟事情 抓紧 抓紧 这次很多动作场面都在大马完成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收看《金色大道》